生命纪第23章 搞完受伤的或生殖器被割除的 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私生子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他的后代直到第十代 也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亚门人或摩押人 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后代直到第十代 也永远不可进耶和华的会 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 在路上迎接你们 又因为他们从两河之间的 亚兰的皮夺 雇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来攻击你 咒诅你 但耶和华你的神 不愿听从巴兰 耶和华你的神 使咒诅的话 变为你的祝福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 你一生一世 永不可寻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福乐 你不可厌恶以东人 因为他是你的兄弟 不可厌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 坐过寄居的 他们所生的子孙 到了第三代 就可以进耶和华的会 你出兵安营攻打仇敌的时候 要谨守自己 远避一切恶事 如果你们中间 有人因为夜间偶然梦遗 而不洁净 就要出到营外去 不可进入营中 到了黄昏的时候 他要用水洗澡 日落了 他才可以进入营中 你在营外要有厕所 你可以出到那里去便利 在你的器械中 要有一把锹 你在外面便利以后 可以用来铲土 转身把粪便掩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常在你的营中行走 要拯救你 要把你的仇敌 交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的营要圣洁 免得他看见你 那里有污秽的东西 就离开你 如果一个奴仆 离开了他的主人 逃到你那里来 你不可把他送交他的主人 他要在你中间和你同住 住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 住在他喜欢的城市 你不可欺负他 以色列的女子中 不可有妙计 以色列的男子中 不可有男妙计 妓女所得的酬金 或男妓所得的代价 你不可带入 耶和华你的神的殿里 还任何的愿 因为这两样都是 耶和华你的神厌恶的 你借给你兄弟的银钱 食物 或是任何可以生利的东西 都不可取利 借给外族人 你倒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的兄弟 你就不可取利 好使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给你 如果你向耶和华你的神 许了愿 就不可迟延还愿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必向你追讨 那时你就有罪了 如果你不许愿 你倒没有罪 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要谨守 你亲口应许的甘心计 就是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的愿 你要实行 你进了你灵社的葡萄园 你可以随意吃饱葡萄 只是不可装在你的器皿里 你进了你灵社的麦田 你可以用手摘麦穗 只是不可在你灵社的麦田里 挥动镰刀